過年後民生物資一片掌聲響起 雞豬米袋全都漲 傳統早餐店和雙豪業者都撐不住 只好調漲部分商品價格 讓業者跟民眾都吃不消 通常吃肉 吃肉鬆的 吃培根的 吃麥香脆的 都吃5塊 肉的部分跟肉的部分都起很高 一斤都四五十塊 你不起 一定沒辦法起燒部分而已 不敢每個人都起 我們早餐只有漲 但是從來不調回來 早餐就是以前可能10塊15塊就可以了 現在可能要四五十塊 傳統早餐店撐不住 日式燒烤店則是選擇部分吸收 有排骨飯 雞腿飯 還有燒肉飯 調漲的幅度大概是一層左右 因為供應商都調漲 它漲幅超過一層 我們大部分吸收了大概一層左右 所以我們只漲一層 就只是少來吃幾次而已吧 可是還是會來吃這樣 就是要花的錢 在吃飯上面要花的錢更多啊 物價漲漲漲 民眾跟業者都希望物價趕快回穩 讓大家荷包少吃鮮 新唐人有的電視 水晶網 台南台南採訪報導 駿員用駛排骨筋 等如駱駛 櫻物館